8月9日中午12时30分 著名演员电视剧《香仓案情》中 谢大脚扮演者余月仙女士 于8月9日在嫩蒙古阿拉扇发生车祸不幸去世 不久前谢大脚余月仙在社交平台晒出 自己在草原上采蘑菇的视频 画面中她身穿粉色长衫和牛仔裤 头戴粉色细藏帽 身上还背着装食材的篓子 粉色掉的装扮十分减零 摘到蘑菇的她掩不住眉眼间的笑意 不过50岁的她相比以前有些发福 鲜艳色的衣服穿在她身上毫无违和感 美得出挑展现女人魅力 如果说如今的余月仙具有成熟魅力 那么年轻时的她便是妥妥的古典系美女 在《西游记后传》中 她的古装造型让人眼前一亮 年轻时的她皮肤光滑细嫩 精致五官配上鹅蛋脸 凸显颜值 剧中的她随便一个眼神便独具美感 喜欢就定乐呗 感谢观看